我和同事科技業主管的先生都非常喜歡小孩 所以這個孩子就如我們計畫班的不需出身 但2014年我私自成為全職的家庭主婦 這始終都是我的幸福夢 能夠全新陪伴的孩子是我心知所向 我曾經以為自己之後 我能夠朝向平淡 安穩 全新陪伴孩子的生活環境 然後沒想到的是這幾年 卻是我的生命中最波折起步的經驗 因為生命中難以承受的創傷 我的人生起了很大的變化 在許多同色心肺的業 我們曾經討論是不是應該要遠走他鄉 但是我們沒有 我們選擇留下 因為這邊除了有我們最深愛的家人和朋友之外 我們對他還懷抱有希望 我們也希望能為一起努力 能讓台灣變得更美好 今年夏天在結束了立法院七個會級的工作以後 我開始了我自己的情意志 那個時候陷入深層思考的問題是 從2008年野草莓運動 我們順要修改集會遊行惡法 2012年反媒體壟斷運動 我們順要制定反媒體壟斷專法 2014年太陽化運動 我們順要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到接下來的防重修運動 我們順要制定軍院討論 這次公平運動的能量 是他2016年讓我們總極力發揚的動力 三年都過去了 大眾提出來的這些訴求 希望實踐的制度化膨脹 卻都還沒有看到 具體完成的成果出來 在過去這三年通過立法院的歲月當中 我們始終堅持著時代力量 要實現公平正義的價值 也真的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知道時代力量還需要召喚更多的紅伴 也真的是因為如此 我要特別的感謝今天坐在台上 每一位留在時代力量 加入時代力量 選擇跟時代力量一起奮鬥 讓我清楚的看到了 這個團隊可以更壯大 可以更壯大 可以走得更遠 2020年 我始終認為台灣需要你們新的國會 讓我們成文英武 理性問政 強力監督能夠治滿藍綠 新生的政治力量 我相信時代力量 接下來走下來會越來越有力量 我們改革的隊伍戰鬥的團隊會越來越大 謝謝大家